吴磊作为中国足球流洋之路上的唯一闪光点吧 却在本赛季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低果 那在西班牙人进十场的比赛中 累积出场的时间还是博客足球比赛的一个半场 而且吧还都是在临近商庭补食阶段得到了出场的机会 那么吴磊在西班牙人这样的处境也让国内的球迷跟着担忧 对吧甚至是有声音呼吁吴磊 赶紧的寻求转会拒绝在西班牙人当所谓的这个摇钱术 其实客观分析的话 吴磊自身还是具备一些出色的技术特点 能够支持他登场比赛的 那么就拿这个结束没过多久的西甲迪 26轮西班牙人与比利亚雷尔的比赛来说 当时吴磊是在第80分钟的时候 被主教练莫雷诺派上了赛场 那么就在吴磊登场后的一分钟的时间里 他是用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跑位 换来了一次绝佳的半导球的机会 但是被对方门将在禁区外拦截 那通过当时比赛的曼顶头 也可以清楚发现 比利亚雷尔的门将是在禁区外 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手球的动作 可裁判却无动机中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除此之外 吴磊在此前的多场比赛中 都是替补登场后 寥寥无几的时间内 为西班牙人创造了一些好的机会 所以通过这件事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如果吴磊可以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 他或多或少都会在比赛中给予球队帮助 而导致吴磊刘洋之路受挫的两大原因 一方面肯定是与他本人有直接关系 对吧 毕竟打体还需自身影 那作为球队里面的替补球员 在浪费输了单刀球后的机会 主教练对于吴磊的信任度 肯定是会有所下降 那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人主教练 莫雷诺的执教理念有关 对此全为媒体哈森报也是撰文做出了一些分析 该媒体是表示莫雷诺的用人标准是十分固定的 除了在球员禁赛和受伤的情况下 莫雷诺基本不会更换阵容 所以很明显该媒体就是在说 莫雷诺的用人理念比较保守 那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人在莫雷诺的指教下 已经让球队出现了大轮不胜的尴尬局面 那么加上媒体分析出他的这个固执的用人理念 这样的情况也会促使莫雷诺提前下课 那么当西班牙人更换主席的那一天 也将是无类刘洋生涯迎来转机的那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